我原本想就剛才叫暫停了 不會是想要複製去年的戲碼 再跑回去林推出來 我還是留下了 顧宇剛技術來面對林鴻玉 今天林鴻玉呢前三次的打擊 有一個出身球的上了另外兩次 一個優愛的飛球 另外一次是一個內的滾地球 球局的上半 目前是一出局二的友人 這球好球 看到外角球稍微頓了一下 今天球季兩個人的遭遇喔 次數並不多 可能是四個打數並沒有安檔 今天兩隊得點圈的掌握都 並不是很理想 能夠是四之一 四對是五之一 現在又是一個得點圈的一個機會 在這個半局 可能是有三次的一個機會 顧宇剛在八月下局呢 一度是到二軍去做一個調整 直到九月十八號才重新的歸隊 那整個四隊的牛捧 在少了王敬明跟複雲剛之後 這個是有點急轉急下 好球 張若鴻 球球再接好球一個 不過這對 新秀投手來講 今天也是一個全新的經驗了 就一上來了 哇 就被大師兄打的 很膽 對 林鴻玉這個球 面對時速142公里的快速球 跟不上去 可能有在想的變化球 林鴻玉在設定了 有些時候反而會有點反向來操作 對 所以要變化球來看 投手是領先的良好一換 來一個變化球提前的落地 所以他這個球 看得很清楚 有在準備 球局的上半 林鴻玉台灣隊 能不能夠攻下保險分呢 林鴻玉在退市方面 有輕時得點 在總冠軍戰當中 是六勝四敗 都是遭遇到統一 今天領先但是 目前只有一分 球數兩好兩換 跑者往三壘走 結果這個球打成了一個界外球 哇 這個球 時間抓得好棒 楊教練指的是 林志成 起跑的這個時間 對 起跑的時間抓得好棒 所以倒去了 故意剛剛還是要稍微看管一下 所以這些 主力選手 特別是中心打者 有些時候反而 投手會比較忽略掉 沒錯 打了一個界外球之後 球數還是 兩好兩換 這一棒打成了一個 飛球再來鎖中外野方向 向大的深遠 來 紅包 兩分跑 兩分跑 打不清就知道了 這感覺完全好 九局的上半 林鴻鈺這時候補上了一支 兩分打點的全力打 這是今天南邊的桃園隊團隊的第二支 我記得前那一檔 打得有夠輕鬆 對得有夠好 五條分數現在拉開到了4比1 2 1 加油 1 1 2 2 2 3 1 1 2 1 2 1 打高了 連續的幾位打者都打成了高飛球 這球被中華演手給接殺 現在形成了兩球局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 林荣宜剛剛那個整個攻擊的 那種策略就在等在這邊下去 所以終於被他掌握到了 所以他面對時速142公里的快速 他出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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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林荣宜生涯 在總冠軍戰的第二支拳雷打 連續第二年 去年也有一發拳雷打 這支拳雷打確實是